男人上了年纪对年轻女人不感兴趣 两位男士吐露了心声 为什么男人越老会越不喜欢碰年轻的女人 这两位男士圣母说的 第一位王先生 他在32岁的时候交往了一位23岁的女友 女友的确是年轻貌美 但是总是把自己当公主 不是要哄就是要抱抱 这个让过了儿力的王先生吃不消了 他想过的就是安稳日子 所以又选择了分手 两年之后呢 他找了32岁的成熟女人 恋爱不到一年就结婚了 虽然都遭到家人的反对 但他却认为过日子均该找成熟的 年轻税嫩的是最不适合过日子的 比起年轻 男人更希望找一个接地气 懂生活的成熟女人来过日子 而不是找回来一个公主来伺候她 第二位刘先生35岁 他和小12岁的前妻离婚了 因为前妻总是很傻很天真 他的理念就是 男人负责赚钱养家 他负责貌美如花 离婚不到一年 刘先生就再婚了 女方还比他大一岁 虽然再婚妻子没有工作 但是刘先生每次回家 妻子都会做好热饭热菜等着他 他说这才是过日子 你觉得呢